华建敏一行与辽宁省委省政府共同研究了下一步救援、善后处理和事故调查工作 并到医院探望和慰问了受伤矿工 华建敏对事故抢救、善后和调查工作提出四点要求 一是,尽最大努力抢救被困人员,尽一切力量救治伤员 在救援时,要确保救护队员安全,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二是,做好善后工作 有关地方政府和煤矿要精心组织,妥善安抚好遇难矿工家属 要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保证矿区社会稳定 三是,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领导小组 严肃认真地做好事故调查工作,查明事故原因 四是,认真开展煤矿安全生产大检查 各煤矿企业,特别是高瓦斯矿井和瓦斯突出矿井 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全面查找事故隐患 坚决杜绝超能力生产,坚决避免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截至发稿时,孙嘉湾煤矿事故已发现203名矿工死亡 22名矿工受伤,尚有13名矿工下落不明 目前抢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辽宁复新孙嘉湾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 辽宁省委省政府和复新市有关领导迅速赶赴现场 成立了抢险指挥部和事故处理专门小组 指挥救援工作 除了复新矿业集团现有80名救护队员外 另外还从全省主要煤矿紧急抽调救护队员100多人 组成了三个救护队轮班下井进行抢救搜寻 事故区通风通电排水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恢复 确保搜救工作顺利进行 由于目前还有13名矿工在井下 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 被营救上来的28名矿工主要是由于瓦斯爆炸造成的烧伤 已被送往医院救治基本脱离危险 医疗救助行动还在有序进行 近1000名武警战士和公安民警也参加了救援行动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开展以来 各部门各单位把教育活动从当前实际结合起来 把先进行教育的成效体现到促进各项工作 解决突出问题上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 组织广大党员开展谈心活动 不断增强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服务的责任和意识 春节期间部分党员干部还来到中央民族大学 看望春节期间留校的学生 并为来自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送去慰问金 你把群众放在什么位置 群众也把你放在什么位置 通过这个先进行教育 我觉得效果非常明确 大家责任性更强了 事业感更强了 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工作者 把少数民族的事情当做自己的事情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以解决好春节期间移动通信保障等问题为突破口 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共产党员的先进行 今年春节浙江移动1860热线的党员们积极请站 全部留在了工作岗位上 我觉得这个先进行体现有在于是两个方面 一个的话是自我的一个成长 还有的话是服务好用户 一丝不苟的为用户服务 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行教育活动中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党组成员 深入到科研第一线 听取科研人员对各项工作的建议 还通过共产党员先进行标准演讲比赛 设立共产党员港标牌 树立优秀共产党员榜样等活动 用生动的形式 让党员先进行的标准更加具体化 春节期间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党组成员 吩咐广州大连天津等地 登上远航归来的船舶 走进生产车间和班组 来到农村船员的家中 切实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在北京中远物流公司 公司党员干部还来到一线配送车间 和员工一起加班加点 本台消息 新华社今天全文播发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纪委书记吴关正 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上的工作报告 题目是严肃党的纪律 加大预防力度 深入开展党 正在推广的5623工程包括 围绕冶金 化工 造纸 建材 电力 等五个重点行业 实施一批节能 节材 节水 及污染防治项目 着力构建工业生态循环链 在各个企业之间 形成资源共享 副产品互用的循环圈等 仅以杨子江国际化学工业园为例 过去一些清洁项目 只有投资额超过3000万美元 才能进区报户口 如今 只要能和上下游企业 形成产业链 就可以优先进区 那么我们特别注意 装一些对我们整个化工园区 它就是野精卫园区里边 一些连接的这些企业进来 可以消耗我们其他企业 所产生的副财务的这些企业进来 黑龙江辽宁 自中央实施振兴东北战略以来 与金融界力度最大 范围最广的合作 也在新年启动 辽宁得到国家开发银行 500亿元的软贷款 黑龙江金融机构 将新增贷款330亿元 重点用于老工业基地 技术进步 产权改革和产业升级 以及粮食稳定生产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和农业科技进步的信贷支持 一大批老工业基地 工业企业调整改造的速度 再加快银行不良资产 逐年降低 信贷资金实力在增强 2005年金融部门 对老工业基地项目建设 也将是支持力度最大的一年 这里是天津华丽达 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我身后这条 阿尔巴二比干扰素 水真地生产线 是这家企业 投资1000多万元新建的 企业的产能 由此提高了近5倍 干扰素水真地 是一种生物工程类药品 是天津市重点培育的 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 这次扩能改造完成后 企业将成为国内最大的 生物工程产品生产基地 今年天津市将启动 560个像这样的 工业技术改造项目 投入1000亿元 扶持发展 包括100万吨大乙烯 1000万吨大链油等在内的 新兴优势产业 截日期间 又有一批关系 国际民生的重点工程 传来解报 经过了17个月的紧张施工 广东大亚湾饮水工程 日前建成通水 这是大亚湾开发区的 生命线工程 每天供水33万吨 可以满足整个 大亚湾开发区的 各项用水需求 这里是武汉长江隧道的施工现场 今天这条办理 长江第一隧道正式开发 武汉长江隧道工程 于2004年11月开工 它是长江上第一条公路隧道 建成后 长江将首次实现三维交通 就是江上有桥 江面有船 江下有隧道 这里是位于黄河最下游的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施工现场 所以最后一段 河浪工程的施工完毕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 实现全线河浪 东营黄河公路大桥 是联系江东半岛 黄河三角洲 与京津塘地区的重要通道 工程全长18.7公里 目前已完成工作量的95% 预计今年6月建成通车 将促使黄河三角洲 更好地融入环渤海经济带 这里是尼尔基水利输友工程 首台水轮发电机组 转子吊装的现场 现在转子吊装的各项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具备了起吊条件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张作业 巨大转子被精确地安放在定子内 按目前进度 这台机组将于今年5月发电 年发电量可达6亿多千瓦时 尼尔基水利树柳工程 像这样的发电机组有4台 建成后不但可以增强嫩浆的防洪功能 还可以使东北地区的电网调风容量 大大增加 在位于太行腹地的保全抽水蓄能电站的建设工地上 来自全国的四路建设大军 正全力以赴地奋站在第一线 昼夜施工 国家重点工程保全抽水蓄能电站 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的同类电站 为确保2008年第一台机组建成发电 建设者们在整个春节假日期间 一直坚持战斗在施工现场 目前前期工程已经提前半年完成 主体工程进入施工阶段 这里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黄林志延安高速公路上的汉寨隧道施工工地 随着这座隧道的贯通 黄岩高速公路上的22座隧道已经全部贯通 黄岩高速公路是我国西部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成后可以使西安到革命圣地延安的距离大为缩短 作为这条公路上施工难度最大的一座隧道 汉寨隧道的贯通 使黄岩高速公路建成通车的时间大大提前 其中人数超过81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8% 各旅游景点人流如之 我国科学家近日完成了 对西沙群岛的珊瑚礁生态考察 共拍摄了1000多幅图片 和将近600分钟的电视画面 这些珍贵的资料将全面更新历史数据 此次考察将为我国珊瑚礁生态环境的保护 提供科学依据 更浓了 但是